無線花彈陳偉貴為圈中婦婆 與醫生男友陳國強過著半同居的生活 一直想置業的他近年來不停四出看樓 直到10月初終於找到順盤 雖然政府出招打擊樓價 有投資者預料未來樓市會塌價三成 但又見影帝梁家輝及任達華 旺世世、洞將mison李文芳、岑傑儀等等紛紛入市 加上陳偉認為千金難買心頭號 無懼出資入市 近日由租客升聶作業主 以私忌錢買入將重點發展的白石角區 據知陳偉看重該區環境清幽私印度又高 加上於2024年將食證藍山不水地運 所以首次看樓一見鍾情拼取 以超過1000萬港元買入近千呎單位 誰知買入沒多久 就獲釋新居地段將被重點發展 預料物業將會有所升值之外 在買入單位的翌日 就不停有廣告工作送上門 繼有健康產品及頭髮廣告等等 就連已經懸弱的米箱都要求同他續約 估計幾個廣告收入達幾百萬 今次陳偉名正言順買正得米風水屋 未搬入已旺到爆 雖然身居尚未收樓 但陳偉日前已急不及待出動看傢俬 單拖仍然不受寂寞 見他走入家具店 視梳化及看床 又頻頻拍照及聲語音 似乎隔空向男友問意見 我們就買樓一時聯絡陳偉 他就直應趁機入市 他說新居的環境很舒服 十分滿意 而且他聽過很多藝人搬入大埔 知道風水好又住得舒服 所以把心一環搬入新界區感受一下 更只扣入單位後 事業立即催旺 不斷有工作 廣告都接了四個 不過他就說暫時未有結婚計劃 因為已經與男友同居 感情很穩定 覺得現在的相處模式已經很舒服